每一个人的教育方式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我教小孩这么多年 我后来学到就是不去评论别人的家长 怎么教自己的小孩你知道吗 我只能说我自己希望我的孩子是 生活和学校学习并重 然后对于这家人我就说上帝保佑他们这样子 北市某梅雨补习班日前 在脸书粉专分享一对小兄妹的优异表现 还同时贴出两人精神的行程表 开始写音术中等科目到7时10分 再前往国小上课 直到下午4时放学后一路赶行成练情 学英文游泳等课程 并在车上吃晚餐做功课 直到晚上11时30分才睡觉 连六日也如此 每天只睡6点5小时 贴文引发网友批评 如今有网友挖出该补习班主任 曾晒初上过陶金莹 陶子节目合照 对此陶子刚也回应了 每一个人的教育方式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我教小孩这么多年 我后来学到就是不去评论 别人的家长怎么教自己的小孩 你知道吗 我只能说我自己希望我的孩子 是生活和学校学习并重 然后对于这家人我就说 上帝保佑他们这样子 而该对小兄妹的虎妈身份也随之曝光 据查是目前在电视台任职的主播 过去发文曾声称自我要求严格 对此他今也透过电视台表示 自己不方便受访 态度十分低调